要请出一位非常特别的 我们的这位腾讯视频VIP的粉丝 因为他可以说 跟狄烈热巴几乎有着相同的一些经历 或者说你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改变了他 改变了他很多 这一位让我们有请到的 就是我们非常特别的 我们的来自腾讯视频VIP的一位成员 欢迎他 有请 欢迎你 欢迎欢迎 来中间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高等级会员帆帆 我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对 老乡 然后喜欢热巴已经快四年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除了是老乡之外 他哪一点不让人喜欢呢 所有都喜欢 这个回答是无力反驳的 哪一点都让你觉得非常的喜爱 好 那接下来其实我要 我知道其实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要告诉热巴对不对 好像他改变了你 在你的生活当中非常多的一些决定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就是我毕业以后呢 回到家乡工作 但是因为喜欢上热巴以后 看到他一步一步的这样 在外面闯出一番天地 我自己也萌生了说要去外面闯一闯的想法 然后最近这几年我就是说 在做好自己本质工作的同时 而且也注意去不断地学习 还考取了一些相关证书 最近终于是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吧 对 你本身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金融方面的 金融方面 但是你考取的一些 比如相关证书都跟金融有关吗 学科类的 对之前学的是金融的 比如说CFA这样 但是我只考过了一级 对 然后后面还要接着学 对 现在又学了一些什么 辅修的课程在北京 那也是因为热巴 对对对 因为我喜欢热巴以后 对电影现在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就报了那个 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制作人进修班 现在每周末都会去上课 对 因为喜欢热巴 所以像他一样 想出来闯一闯 因为热巴拍了那么多 非常让你喜欢的剧 所以想去感受一下 他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 是是是 哇 好棒耶 我觉得这个粉丝感觉 真的是因为你的存在 让他可以说 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 进行了一些调整 但我觉得 是不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看到了很多的收获 对对 真的是 这一路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 但是我真的觉得 是像热巴这样的 正能量的榜样 带给我无穷的力量 因为因为 我想大家也知道 热巴是一个非常非常 刻苦努力的演员 这几年他可能都全年无休 而且有时候拍戏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些伤病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跟公众去表达 所以说我有时候 我在自己去学习 或者准备考试的时候 包括有时候上了一周的班 确实很累 周末想睡睡懒觉的时候 我就得自己说 哎呀 热巴还在拍戏 我不能休息 对我已经喜欢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偶像 我肯定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然后完善自己 对对提高自己 特别也感谢热巴带给我这个力量和信心 好棒啊 掌声送给他 对 很积极阳光的一个女孩子 女孩可以也稍微的撒撒娇 其实没有关系 没有必要那么坚强 好的 也可以点点外卖 好